字幕 李宗盛 2006年 電影可可西里對得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 令你一片青藏高原最後的淨土廣為人知 影片入面 1990年代可可西里巡山隊 為了阻止藏羚羊盜獵分子 付上生命代價 感動了很多觀眾 令越來越多人關注藏羚羊的保育工作 藏羚羊被譽為可可西里的驕傲 是青藏高原獨有的物種 牠們的皮毛又靚又保暖 令牠們適應海拔四千米的寒冷天氣 但同時亦為牠們帶來殺身之禍 牠們能夠在公園上以時充110公里飛奔 但及逃不過道獵者的獵槍 上世紀80年代 可可西里每年都有大約2萬隻的藏羚羊遭到獵殺 數量大跌九成 去到一度不夠2萬隻 成為中國十大瓶危動物之一 中國政府大力打擊道獵和走私 在可可西里等藏羚羊的棲息地 建立自然保護區 可可西里巡山隊每年至少進行12次的大規模巡邏 每年的遷徵季節 保護區的工作人員都會為長途遷徵的藏羚羊護航 由2009年到2020年 可可西里45,000平方公里的範圍中 再沒有發生過道獵事件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藏羚羊的野外總群數量增加到30萬隻 在遷徵季節 如果你坐火車經過青藏鐵路 各自都有機會見到藏羚羊在鐵路兩邊松茸通過 猶言力食